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美俄换球后被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的家属呼吁政府救助 他们看到美国与俄罗斯成功换球的消息后感到欣喜 但也希望美国政府能积极与中国谈判 让他们的亲人早日回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孟加拉国的最新动态 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希纳因国内严重的暴力事件和学生抗议辞职出逃 该国军队首领宣布组建临时政府并向国民保证恢复稳定 这一系列事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也带来了不确定性 最后我们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美国总统拜登将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讨论中东的紧张局势 并与约旦国王通话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升级导致地区局势更加紧张 美国也正在加强对该地区的军事部署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俄换球后被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的家属呼吁政府救助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及多个西方国家于上周四8月1日和俄罗斯达成换球协议 释放包括三名美国公民在内的26名囚犯 其中包括被以间谍罪众判16年徒刑的华尔街日报 这是俄罗斯自冷战以来与西方之间的最大规模换球行动 被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的家属表示 看到这条新闻后感情复杂 他们欣喜于这些美国人得以与家人团聚 但也希望美国政府积极与中国谈判 让他们被关押在中国的家人早日回到祖国 美议员有一名美国人被错误关押就已经太多了 美国国务院确认被中国不当拘押的三名美国人 分别是德克萨斯州商人马克 斯维丹 马克斯维丹 纽约长岛的华裔商人李凯 凯利以及2006年起被监禁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师林大卫 David Lin 但现阶段被中国错误拘押的人远不止这几位 美国Politico等多家媒体就曾报道过 美国教师戴维 麦克马洪 David McMahon和小纳尔森 威尔士 Nelson Wells Jair的案件 他们分别于2013和2014年被中国关押 小威尔士的案件目前已经受到了一些美国政府官员的关注 他所居住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 约翰 肯尼迪 John Kennedy 和比尔 卡西迪 Bio Cassidy 都注意到了这几案件 去年10月 他的父母老纳尔森 威尔士 Nelson Wells Sr 和新西亚 威尔斯 Cynthia Wells 曾和所居住地区的一员 麦克 约翰逊 Mike Johnson 通话长达两个半小时 此后不久 约翰逊当选美国众议院议长 他在就任后 持续联络小威尔士的父母 告诉他们 自己并未忘记为此事发声 他的父母在采访中表示 他们曾在今年3月 前往华盛顿特区 见到了包括参议院 比尔 卡西迪 在内的一些官员 他目前正在争取 将自己儿子的名字 加到被不当拘押的 美国人的名单中 但进展非常缓慢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 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 共和党籍众议员 麦克尔 麦考尔 Michael McCall 经常在媒体上呼吁 将这些被错误关押的 美国公民 接回祖国 他于上周五 8月2日通过邮件 向美国之音表示 当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 本周从俄罗斯回国时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 在世界各地被拘留的人 包括在中国的人 特别是马克 斯维丹 李凯和大卫林 他们应该回家 与家人团聚 有一名美国人 被错误关押 在海外就已经是太多了 家属希望和拜登会面 李凯的儿子 哈里森 李 哈里森利 一直坚持为父亲的获释努力 李凯2016年 在上海的机场被捕 2018年 他被中共当局 以间谍罪判处10年监禁 但李凯完全否认 中国当局 对他提出的指控 他向美国之音 发来的声明中写道 我们的家人非常高兴 看到保罗 惠兰 阿尔苏 库尔玛舍瓦 和艾文 格什科维奇 回到美国 并祝愿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在漫长的康复之路上 一切顺利 拜登总统再次表明了 他愿意优先考虑 在国外被不公正拘留的 美国人的安全 做出艰难的决定 但他也提到 自己的父亲得到的关注 无法与那些知名度更高的 被拘留的美国公民 相提并论 他表示 我们无数次要求 与拜登总统会面 但从未得到回应 我们能做的 就是再次提醒总统 我的父亲已经遭受了 近八年的不公正待遇 总统必须采取行动 来完成这项任务 以免为时已晚 经历过两次政府更迭 我们深知 这种更迭会带来的摩擦 因此敦促总统 在11月总统大选前采取行动 此前 他曾多次接受 记者的邮件采访 当加拿大于2021年 通过孟晚舟 换回被中国拘禁的 前外交官康明凯 Michael Coffrey 以及企业家迈克 斯帕弗 Michael Spavor 澳大利亚于2023年 将被中国拘禁的 新闻主播成蕾带回国时 他都不断为父亲发声 马克 斯维丹的母亲 凯瑟琳 斯维丹 Katherine Flynn 在采访中愤怒地对记者说 拜登从未给我打过电话 他从来没有让我去白宫 他也从未公开提到 马克的名字 今年73岁的他 担心自己的 儿子马克的安全与获释 并不在白宫优先处理的事项上 他表示 看到记者艾文 格什科维奇等人 总是被媒体提及 并最终回到美国后 他的心情非常复杂 并充满了自己的诉求 被忽视的愤怒 老纳尔森 威尔士和新西亚 威尔斯告诉记者 自从儿子于2014年 被中国扣押 被中国政府已 毒品罪判处 无期徒刑 随后减刑为22年之后 他们给巴拉克 奥巴马 巴克奥巴马 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以及乔 拜登 Joe Biden 三任总统写信 但从未得到回应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收到这些信 他们说道 老纳尔森 威尔士激动地说道 我真的相信 如果我们是高知名度的人 好吧 如果我们是名人 或者我们是一流的运动员 或者我们有很多钱 或者我们有任何类型的政治联系 那么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认可 家属曾被告知 不要太高调 凯瑟林 斯维丹表示 曾有多位美国政府官员 与他接触 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 曾在去年4月 中国江门市中级法院 驳回了马克 斯维丹上诉时表示 美国官员 美国官员已反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 表达了他们对斯维丹先生的待遇 医疗护理 及其无法及时收发邮件的关切 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 继续亲自关注的马克 斯维丹和其他在世界各地 被不当拘押 或被扣为人质的美国国民的获释问题 凯瑟林 斯维丹 在采访中提到了 美国驻中国大使 尼古拉斯 伯恩斯 Nichol S. Burns 曾于去年底或今年1月 去监狱探望马克 他去看了马克 当他去看马克时 他告诉马克 下次我来看你的时候 希望是来带你回家 这个讯息 一度让他和马克都充满希望 但至今仍被关在监狱中的马克 也不断体会到失望和愤怒 并曾出现过自杀倾向 他说道 当我和他交谈时 他说 他和其他9个人 关在一个房间里 7到9个人 他正在做园艺 种植东西 但他很生气 因为他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 指美国官员 不施压 以让他回家 他觉得他被抛弃了 他表示 近几个月 他得到的官员 与媒体的关注很少 他猜测 大概与加沙地区的局势 成为新的舆论关注点有关 与他交流的官员 则不断表示 我们不知道 中国想要什么 作为交换 他一表示 曾有一位政府官员 他不愿意说出 这位官员的具体姓名 让他低调一些 他告诉记者 他说 当你上网 并开始谈论中国 谈论马克时 如果你这样做 中国人可能会说 忘了这件事吧 他说的好像 如果我不停止 与媒体交谈 那么马克不回来 就是我的错 但他仍然不断在脸书 X等各种社交媒体上 为马克的遭遇发声 74岁的他 住在德克萨斯州 仅有5000多人的 小城市如龄 Luling 需要住不起 才能行走 依靠微博的 设安保障金生活 为了将马克带回家 他已经编卖了 所有值钱的物件 并通过 GoFundMe网站 进行募捐 他现在有时 可以与马克通话 如果顺利的话 也能与马克通信 虽然信件 常常无法 送达马克的手上 但是马克在监狱中的 条件很不好 他在监狱中绝食抗议 他瘦了很多 而且 他一直生着病 脚都肿了 他们给他做了一次 非常随意的体检 他现在的监狱房间中的温度 有115华氏度 约46摄氏度 他只有一个小风扇 而且监狱外面 一直下雨 又热又潮湿 维权人士呼吁 给予这些美国人 更多关注 英国人韩非龙Peter Humphrey 曾经在中国担任 过多家媒体的记者 在受雇调查葛兰素史克 在中国行贿仪式期间 他于2013年 被中国警方逮捕 在2014年 被中国当局以 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判处 两年半有期徒刑 后因为身体原因 于2015年6月 被提前释放 在上海就医后 被遣送出境 目前 他是哈佛费政卿中国研究中心的 非常助研究人员 同时花费大量的时间 利用自身经历和对中国的了解 为这些被中国拘禁的外国公民 提供帮助 协助他们联络政府官员 他所帮助的人中 有些被中国拘留的美国公民 从未得到美国媒体的报道 他们的家属 也一直担心 接受采访会影响 亲人在中国监狱中的处境 而选择晋升 他表示 这一次美国与俄罗斯之间 成功的换球行动 应该使得政府再次关注到 被不当拘留 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美国人 他对记者说道 这些人被任意拘留 美国政府应该清醒过来 明白保护在中国的美国公民 是他们的责任 这些美国人 是中国虚假而残酷的 司法程序的受害者 考虑到即将到来的选举季 我希望美国人会要求 无论是谁在11月后掌权白宫 都应该设法 让他们回家 提到过去几年中 不断联系家属和政府官员的经历 他表示 有些对话正在开展 但是并没有显著的进展 他告诉记者 参议院比尔 卡西迪 对待老纳尔森 威尔士 和新西亚 威尔斯 非常友善 在中国的美国使领馆工作人员 也会定期探访 被关押的美国公民的 了解他们的处境 但这些人的命运 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凯瑟琳 斯维丹则告诉记者 虽然他并没有听说 有任何进展 但他也被告知 一切的谈判 都会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他也不会在一切确定前 事先得知美国政府的计划 孟加拉国总理辞职出逃 中国一带一路项目面临考验 美国之音中文网 孟加拉国总理 谢赫 哈希纳周一 8月5日 意外辞职 该国军队首领 陆军参谋长 维克 乌兹 扎曼 维克 将军在电视讲话中 宣布组建临时政府 此前两周 该国国内严重的暴力事件 导致大约300人丧生 导致哈希纳辞职 并逃离该国的一系列事件 始于大规模的学生抗议 呼吁当局改变公共服务职位配额制度 最初的和平示威迅速失控 导致抗议者与安全部队之间 发生暴力冲突 孟加拉国政府 于7月23日宣布改革配额制度 但这一回应来的太迟 那是暴力冲突 已导致近200人死亡 反对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 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尼泰 罗伊 乔杜里 乃泰瑞超德里 对哈希纳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他在打卡通过不稳定的电话线路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今天我们在庆祝 因为总理谢赫 哈希纳的法西斯政府 身陷腐败已经下台 这不是一个民主政府 而是一个独裁政府 他们扼杀了民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发展 所以摆脱这届政府是件好事 乔杜里详细罗列了哈希纳政府 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 强调裙带关系和专制行为 如何削弱了民主机制 阻碍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他指出公众的欢欣鼓舞 清楚地表明了 人们对哈希纳统治的普遍不满 随着动荡局势升级 抗议者们最终闯入了总理官邸 据报道 哈希纳就在抗议者们 冲进官邸大门前几分钟 被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官邸内的设施 随后遭到破坏和抢劫 在混乱中 瓦克将军的讲话 成为一个转折点 他向全国保证恢复稳定 并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在电视讲话中 札曼将军确认 哈希纳总理 当天早些时候已经辞职 他郑重表示 国家已经遭受了很多痛苦 经济受到了打击 许多人丧生 是时候停止暴力了 他呼吁公民保持冷静 并向他们保证 将为每一名死者伸张正义 他补充道 我们希望共同走向 一个更好的局面 他表示 将全力恢复秩序 孟加拉国的布拉克大学 Brack University 荣修教授曼祖尔 艾哈迈德博士 指出了家具骚乱的 更广泛问题 他在每日星报 The Daily Star的专栏中写道 政府未能看到 这场运动 不仅仅是关于配额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混合 并融合了人民的 所有不满和痛苦 腐败和裙带关系 影响了每一个 与政府机构接触的公民 受政府青睐者的财富积累 达到了新的高度 面对通胀和日用品价格上涨 家庭每天为维持生计而挣扎 当局滋生和容忍的囤积者 和敲诈勒索者集团 加剧了这种情况 混乱与庆祝场面 随着总理辞职的消息传开 抗议者闯入总理官邸 并造成了严重破坏 电视画面显示 示威者掀翻家具 砸碎玻璃门 并进行抢劫 据报道 哈希娜在抗议者闯入前几分钟 就已离开住所 前往更安全的地方 消息传出后 全国各地自发举行了庆祝活动 在首都达卡 人们分发唐国以示庆贺 最大的集会是在新市场地区 民众在那里 庆祝他们眼中的胜利 在库尔纳 康纳 数千人走上街头 高喊口号 欢庆胜利 这些地区的庆祝氛围 凸显了民众对哈希娜政府的 强烈不满 以及许多人对其解散的宽慰之情 在孟加拉国北部的朗普尔市 Ramp 各界人士加入了欢庆游行 挥舞国旗 高喊 我们的胜利和 政府倒台等口号 庆祝活动是和平的 没有关于无政府状态 或暴力的报道 广泛的庆祝活动 表明了抗议者的集体胜利感 他们认为哈希娜的辞职 是他们诉求的胜利 是迈向更公正和民主社会的一步 中国一带一路项目面临考验 哈希娜上个月刚刚访问了北京 跟中国这签署了28项协议 主要涉及贸易和投资 可是现在 政治动荡和领导层 变更给孟加拉国境内 中国项目的未来 蒙上了阴影 在哈希娜政府之下 孟加拉国与中国 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并受益于大量的基础设施 和发展项目投资 这些项目 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对孟加拉国的经济发展 至关重要 但他们的未来的现在 悬而未决 专家建议 新政府将需要重新评估 这些协议 以确保透明度 并符合国家利益 这种情况 对孟加拉国的经济未来 既带来风险 也提供了机遇 取决于临时政府 如何处理这些 关键的伙伴关系 临时政府 有可能寻求 重新谈判相关条款 或暂停某些项目 以进行彻底审查 这可能会影响 正在进行中的项目进度 印度退休外交官 智库门户之家 Gateway Hess 高级研究员 拉吉夫 巴迪亚 Rodjif Bhatia 博士对此次事件的 地缘政治影响 发表评论说 孟加拉国的政治过渡 无意将影响其对外关系 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 临时政府 需要谨慎行事 以保持有益的关系 同时解决国内 对透明度和主权的担忧 国内政治和经济影响 哈希娜的辞职 结束了她从2009年开始的 连续第四个任期 尽管面对 伊斯兰主义团体的巨大反对 她任期内的特点 是显著的经济增长 和政治稳定 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战略研究荣修教授 布拉玛 切拉尼·布拉玛什雷尼 在日经亚洲 Nike Asia的评论文章中指出 孟加拉国令人印象深刻的 增长轨迹 与巴基斯坦长期的 政治和经济动荡 形成鲜明对比 巴基斯坦如今正濒临债务违约 然而 尽管孟加拉国被排除 在2021年和今年早些时候 由拜登召开的民主峰会之外 巴基斯坦两次都被邀请 但都没有出席 最近的动荡 暴露了民众根深蒂固的不满 凸显了临时政府面临的挑战 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 孟加拉国的事态发展 对该国未来的稳定和治理 感到担忧 临时政府需要解决 动荡的根本原因 包括系统性腐败和经济不平等 以及满足人们 对更具包容性的治理的诉求 哈希纳自2009年以来 领导了一个 令孟加拉国伊斯兰主义者 厌恶的世俗政府 尽管它为该国带来了政治稳定 和经济快速增长 但是乌克兰战争的全球经济影响 目前正在拖累该国的财政 切拉尼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指出 机场关闭与国家安全隐忧 鉴于持续的动乱 达卡的哈扎拉特 沙赫贾拉勒 哈斯兰莎杰洛 国际机场 已经被军队关闭了6个小时 可能是为了阻止执政党领导人离开 报道还显示 在哈希纳辞职后 许多人进入了机场 引发了安全担忧 机场暂时关闭 反映了在高度戒备状态下 当局为防止进一步混乱 和确保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安全 所做的努力 观察人士为 孟加拉国现在正站在十字路口 临时政府面临着恢复秩序 和解决导致危机的 根本问题的艰巨任务 未来几天将是决定 这个国家能否安然度过这段动荡 并变得更加强壮的关键时期 临时领导层 需要优先考虑国家和解 实施有意义的改革 并制定明确的民主选举时间表 以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 和社会的稳定 临时政府接下来的举措 对于塑造孟加拉国的未来 走向至关重要 并确保在最近动荡中做出的牺牲 能够带来持久的积极变化 贾尚杰 Sanjay Zhao 是美国之音 VOA 中文部署新德里特约记者 本数据集收录了 约100个中国国有实体 与非洲 亚洲 东欧 拉丁美洲 和大洋洲 24个发展中国家政府 借贷者之间的贷款合约 为了进行基准分析 数据集也提供了 另外28个 商业 双边和多边 债权人的约142个贷款合同 这些基准合约来自卡麦隆 卡麦隆是政府公布了 与各类国际债权人的 所有债务合约的 极少数国家之一 这个数据集体现了 每一个贷款合约的金融特征 如本金 利息 货币 到期 分期偿还时间表 抵押 担保 和非金融特征 如偿还优先 保密条款 违约 终止和取消权利 适用法律 主权豁免 这些合同是通过威廉与玛丽大学的研究室 Aid Data负责的多年数据收集项目获得的 拜登在中东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举行安全会谈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 将于星期一 8月5日 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 讨论中东紧张局势 并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阿卜杜拉二通电话 而以色列领导人警告说 如果遭到袭击 对方将付出高昂代价 目前伊朗或其在该地区代理人 可能采取的行动引发了担忧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伊朗并不想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但伊朗有权在上周导致哈马斯政治领导人 伊斯梅尔、哈尼亚、埃斯玛尔·哈尼亚 死亡的德黑兰袭击后 惩罚以色列 伊朗指责以色列杀害了哈尼亚 而就在几个小时前 以色列在贝鲁特发动空袭 导致一名真主党指挥官死亡 该组织与哈马斯一样受到伊朗支持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星期天表示 伊朗及其代理人正试图 用恐怖主义包围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说 我们决心在各个方面 各个领域与他们对抗 无论远近 任何试图伤害 我们的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土耳其和日本星期一 建议本国公民离开黎巴嫩 与美国、法国、加拿大、英国和约旦 一道警告潜在的危险 约旦外交大臣 艾曼、萨法迪、Aman C.菲迪 星期天访问伊朗 他敦促停止升级局势 让该地区生活在和平、安全和稳定之中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罗伊德·奥斯汀 星期天与以色列国防部长 约阿夫、加兰特进行了交谈 重申 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和自卫权 以抵御来自伊朗的威胁 以及来自黎巴嫩真主党 和野门湖塞武装等伊朗代理人的威胁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们讨论了美国国防部 为加强对美军的保护 支持以色列的防御 以及遏制和缓解该地区 更广泛的紧张局势 而采取的军事态势举措 五角大楼星期五宣布 美国将向该地区 派遣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 和更多空中资产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顾问 乔纳森、芬娜、Jonathan Feiner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 面向全国Face the Nation节目中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缓和局势 我们的目标是威慑 我们的目标是保卫以色列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 星期天与七国集团外长沟通 讨论缓解中东紧张局势的迫切需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布林肯与其他外长 重申了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 并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以防止冲突升级 以色列军方星期一表示 为回应真主党发射无人机 进行跨境袭击 以色列军方在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真主党称 他们使用无人机 袭击了以色列的一个军事基地 自从约十个月前 加沙爆发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以来 以色列和真主党几乎每天都在交火 以色列誓言要摧毁哈马斯 以报复哈马斯 2023年10月7日的恐怖袭击 该袭击造成1200人死亡 250名人质被俘 据加沙卫生部称 以色列的反攻已造成至少39600人死亡 加沙卫生部在统计时 不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 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 是该组织在达成停火协议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 他的死亡引发了人们对卡塔尔、埃及和美国调解人 是否能继续努力促成停火 以及哈马斯与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 交换人质的质疑 本文参考了法新社、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日本股市暴跌 在全球股市率先狂炮 美国之音中文网 日本股市星期一 8月5日暴跌 日经225指数 遭遇历史上最大单日点数跌幅 投资者担心日元走强 以及美国可能陷入衰退 日经指数当日下跌12.400分号 堪比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股市崩盘 整个亚洲市场随之出现类似的抛售 日本股市因此暂停交易 防止恐慌抛售 之前的股市暴跌 触发了旨在控制股市大幅下跌的熔断机制 股市的疯狂 还触发了韩国股市的熔断机制 韩国主要股市收盘下跌近9% 台湾股市暴跌超过8% 创下台湾历史上单日最大跌幅 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股价下跌近10% 欧洲和美国股市也在交易开始时 巨幅下滑 此次抛售 是星期五美国公布的就业报告 逊于预期的延续 一些投资者还担心 美联储在降低为抑制通胀而提高的利率方面的行动 可能过于缓慢 另一个担忧 是中东地缘政治紧张 哈马斯最高政治领导人 伊斯梅尔 哈尼亚 埃斯马尔·哈尼耶 上星期在德黑兰被暗杀 伊朗指责以色列发动袭击 并誓言报复 引发地区战争的担忧 此次股市崩盘最为严重的是日本 分析师说 日本正经历市场调整 此前许多投资者 依赖历史性低廉的日元 和极低的利率进行风险投资 日本上星期上调基准利率 17年来第二次上调 并暗示可能继续上调利率 暴露了这个策略 澳新银行研究部亚洲研究主管 Kung Go表示 我不认为这是一场改变文明的崩溃 在我看来 这只是一个简单案例 市场参与者走得太远 我想你可以说 他们贪婪 过度杠杆化 以为日本的廉价和免费资金将会持续存在 而这已很错误了 他们不得不非常迅速地收手 这对资产市场产生了连锁反应 Go在美国之音采访中说 不必过于担心美国出现衰退 他说 我认为指责美联储反应迟缓 有点不公平 因为很多人在此之前还认为 美国经济状况仍然挺好 没有人真正发出衰退的警告 美联储上星期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同时表示下个月可能降息 美联储两年前开始提高借贷成本 以抑制通胀 通胀导致房租和食品等必需品价格飙升 美联储此后一直致力于软着陆 寻求在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控制通货膨胀 高盛经济学家在一份分析报告中 将未来12个月美国出现衰退的可能性 从15%提高到25% 但他们承认 考虑到美联储可用工具 风险仍然有限 惠誉解决方案公司 BMI星期一发表的评论文章说 美联储拥有强大的火力 需要时可以大幅降息 支持经济增长 但BMI认为 尽管全球市场的动荡超过预期 但最近以巨幅上扬 容易出现抛售 他并指出 牛市期间5%至10的调整相当常见 通常在7月至10月间 股票波动性会出现季节性扬升 加洛 William Gallo是美国之音 VOA 铸首尔记者站主任 东亚地区事务记者 专访蔡胜坤 一场攸关国运的世纪豪赌 中国电动汽车 美国之音中文网 随着习近平大力倡导的 新智生产丽江 发展人工智能 和电动汽车等领域 列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 中国展开了一场 大规模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实验 百度旗下的 萝卜快跑已经以低价 在武汉等城市投入运营 这是世界上 首先将人工智能 和电动汽车技术 大规模投入商业运营的 政府项目 纽约时报五月的一篇报道说 中国政府迫切希望 推动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 这被广泛视为 汽车行业未来竞争力的核心 与插电是混合动力汽车 或燃油车相比 该技术更适合纯电动车 中国企业正在努力追赶 这些系统的领先者特斯拉 纽约时报另外一篇 有关中国政府如何推动替代能源产业的报道说 中国包括电车行业在内的替代能源工业 迅速崛起来自政府的产业政策布局 及早布局 政府产业政策功不可没 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 独立专栏作家蔡胜坤 肯定中国政府在电动汽车产业布局方面的前瞻性 及其产生的良好效果 早在2001年 中国政府在制定高水准的经济战略五年规划的时候 就将电动汽车技术 作为重点的科研项目 当时电动汽车的倡导者 曾经担任过德国奥迪公司工程师的万刚 被波利任命为中国科技部部长 对中国电动汽车的产业研 发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及早布局 而且是政府自上而下全力推动 中国就比欧美更快制定了 优先发展电动汽车的产业政策 打造一系列 用整车带动零部件的生产加工体系 形成新的产业链 蔡胜坤指出 目前安徽合肥 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 种类齐全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基地 包括国营、民营和外资企业 像奔驰这样的德国名牌企业 也将其电动汽车部门放在安徽 他说 紧安徽合肥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有六个大的整车产业基地 聚集了上千亿的产业规模 另外 再看动力电池 江苏、长州 已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池基地 根据长州市政府的信息 在电池产业链的32个主要环节中 长州已占到31个 其产业链的完整度 已经在世界领先 中国电动汽车一军突起 领跑世界 特斯拉董事长和CEO马斯克曾经说 中国可在生能源发电 和电动汽车领域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蔡胜坤同意马斯克的看法 他认为 虽然关于中国电动汽车的前景见人见智 但就现阶段来看 它的确已经成为 最接近或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 并且形成了巨大的产能 它拥有低成本的优势 以及先进的技术 更重要的是 中国还开始主导了电动汽车的供应链 让其他国家的汽车制造商 现在要追赶起来的话 肯定就是有很大的难度 随着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不断的升级 以及产能的不断扩大 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越来越便宜 如果西方的制造业不抓紧 在这个电动汽车方面有所作为的话 很有可能会慢慢地淡出这个市场 据蔡盛坤介绍 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制造大国 去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3000万辆 出口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第一 其中电动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900万辆 市场的渗透率超过30% 以成本低廉为主要优势的新能源汽车品牌 比亚迪已经挤入世界十大汽车 出口遇阻 产能严重过剩 中国以举国体制的优势 发展成本低廉的电动汽车 形成的巨大产业优势 给全球敲响了警钟 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5月访问北京时提出产能过剩 境外倾销的警告之后 北美、欧洲相继在不同程度上 提高了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 东南亚等一些亚洲国家 也在考虑对中国廉价商品设限 增加了中国如何消化出口导向的 电动汽车巨大产能的不确定性 关于产能过剩的问题 中国媒体直言称 国家当初以举国之力 布局电动汽车产业的目标 就是国际市场 换句话说 中国的电动汽车的产业产能 是以全球消费市场来进行配置的 目前中国电动汽车出口 在欧美市场预挫 未来俄罗斯、东南亚、南美洲、 非洲的汽车出口市场是否足够大 足以容得下中国的巨大产能 蔡慎坤说 今年整个上半年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 都已经纷纷对中国的汽车出口 亮起了红灯 中国的汽车出口 已经明显地感受到巨大的市场压力 5月份的数字 就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中国的汽车制造商 出口可能会越来越难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发布5月份汽车工业产销情况 最新报告显示 中国新能源汽车 今年5月份出口量跌破10万辆 同比下降9% 电动汽车1至5月的出口 也首限衰退1.8% 6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继续萎缩 环比下降13.2% 蔡慎坤警告 未来中国电动汽车出口下降的趋势 将越来越明显 形成巨大产能过剩的局面 已不可避免 内卷严重 靠降价降至 博取内循环生存空间 出口遭遇挑战后 中国官员和官媒 以国内市场足够带来安抚电动汽车业者 但现实却是 在巨大产能过剩的压力下 只能以压低价格 换市场占有率 今年6月的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舒福 谈到近两年来中国车市激烈的价格战问题时说 中国汽车工业的内卷程度 全球第一 据中国财经媒体报道 2024年1至5月 汽车降价规模已经超过2023年全年的九成 超越了2022年的降价总规模 推动降价的主要是纯电动和混合动力等新能源车型 李舒福警告 任何产业的健康发展 都必须表现在投入产出比方面 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 而内卷和价格战造成的结果 就是偷工减料 造假受假 不合规的无序竞争 中国电动车存在安全隐忧 另外 值得关注的还有着中国电动汽车 频繁发生的安全事故 主要涉及刹车系统失灵漏电 尤其是自然等问题 中国媒体报道 近年来电动汽车市场 出现冰火两重天的态势 火是廉价电动汽车的市场销售火爆 而冰则是电动汽车的安全隐患 有可能扑灭其火爆和热度 中国应急管理部门统计数据显示 仅2023年第一季度 新能源汽车自然率上涨32% 平均每天有8辆新能源车发生火灾 包含自然 蔡慎坤说 中国的电动汽车之所以出现质量问题 主要由于厂家在生产过程中 并没有在质量上下太多的功夫 都是为了节省成本 更重要的是在技术上面 可能还有很多不过关的地方 有些是因为压缩成本之后 可能很多的一些防范的措施 并没有及时到位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看到电动汽车出问题是难免的 也是近阶段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 电动汽车前景未卜 中国会不会自娱自乐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舒福 也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电动汽车行业 进行了反思 他认为 传统内燃机汽车 经过一百多年的持续进步 其安全技术 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反复验证 而电动汽车 还没有经历这个阶段 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无论是续航里程焦虑 自然风险挑战 高压漏电风险 基础设施配套 还是保险费率上涨 残值较低等 与传统内燃机汽车相比 存在许多可改善的空间 李舒福说 根据目前人类所掌握的物理学知识 电动汽车如何与内燃机汽车 展开全价值链竞争 并取得全面胜利 至少还存在不确定性 需要在很多领域 持续寻求技术突破 全球电动汽车生产布局 以及产业调整 似乎也在向中国提出警告 欧洲2035年禁售燃油车方案 恐难实现 奔驰已取消了2030年前 在主要市场 全面转为电动汽车销售的计划 美国的苹果公司 也放弃了Apple Car项目 将重心转向生成是AI 而日本一直在弃而不舍地 研制开发电力燃油双动力汽车 中国民族主义舆认为 欧美西方这是竞争 不过中国认输不完了 蔡慎坤认为 中国的电动汽车 还称不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其出口的来势汹汹 亦不是靠多年形成的品牌 二不是依赖先进的科技创新 三没有可靠的销售网络 和售后服务 靠的完全是低廉的生产成本 和及早不拘垄断产业链 形成的价格优势 而这种优势不会长久 他说 西方会及时地调整 它的产业政策 也会出台很多的 针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出口的一些贸易政策 尽快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 不会轻易把这个市场 让给中国 当所有的发达国家 乃至发展中国家 都把中国的电动汽车 当作一个威胁的时候 中国的电动汽车 就只能自己 而关在自家的门里面 自娱自乐 甚至很有可能 成为一个新的烂尾工程 此外 蔡慎坤认为 中国通过举国之力 在初期取得的优势 最终必须回归市场竞争 未来中国电动车 是否能重现 如同日本燃油动力汽车 面临挑战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